大家好,我是Den 意大利索牛成员Q 将不参加出道首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6月3号 意大利索牛所属公司官方声明 意大利索牛Q因为已预定好的行程 将不会参加2022 意大利索牛第一次世界巡回演唱会 希望粉丝们能够理解 但是公司有表示 Q会参加6月20号回归的 意大利索牛完全体活动 因为这是意大利索牛出道后 首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也是在Qnome图结束后 意大利索牛知名度大幅提高 对于团体非常重要的时期 甚至不久前也发生过 Q与所属公司闹矛盾的消息 所以Q不参加演唱会 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出演Qndom却不参加巡回演唱会 看来是之前的那个诉讼问题 主唱不参加的话 歌曲分配走位都要重新调整 不会非常复杂吗 而且海外巡回的话 会在很久之前就会调整行程安排的 也不是一两天整个行程都不参加 就算跟诉讼无关 也不是很一般的情况啊 IDOL们最大的收入是演唱会跟周边 然后从来都没有看过 因为拍戏等行程 而整个海外演唱会都不参加的情况 这个公司到底在做什么 所属公司为了弥补公司亏损 演唱会照常进行 让个人行程多的Q继续做个人行程 意大利索牛孩子们赶紧逃跑吧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可能Q自己不想参加演唱会 或者像之前的报道一样 想要解除合约吧 留言都在瞎猜猜猜 不就是真的可能有 无法去巡回演唱会的 个人活动行程吗 对于Q不参加巡回演唱会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切西卡浪姐3首次舞台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最新一集的浪姐3节目中 切西卡等三人组成的队伍 与王心灵等组成的队伍 进行了首次竞演 最终切西卡队获胜了 而因为这是切西卡 首次在浪姐3的竞演舞台 所以马上就掀起了 韩国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说实话就算不喜欢 本来也想要姻缘 各自要走的路 但是看到她出小说后 就无法姻缘她了 在那里好好生活吧 但不想在韩国看到你 我本来还是切西卡你的粉丝呢 每次看到切西卡 就觉得很伤心 当初为什么要那样了呢 能理解 参加系的粉丝们 为什么会生气的理由 大韩民国最顶级女团 参加系的出身的成员 不是平时 而是出演类似 爱独再挑战的节目 心情真的不是很好 然后也有很多 人身攻击性的酸演 不过也是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在韩国做什么都被酸民们攻击 能这样在中国上舞台 我觉得也很不错 虽然我不懂中文 但是能看出她有多努力 在这个舞台歌唱实力也是第一 姻缘切西卡 切西卡好漂亮 她又没有霸凌或者犯罪 为什么要这样对她呢 做坏事的人也都过得很好啊 去看了一下 她退团已经八年了 你们到底要算到什么时候呢 不喜欢切西卡 就不要看有关她的贴文 我对切西卡没什么感情 但是看到这些嘲讽的酸演 反而想要支持她 对于切西卡的浪解三舞台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捐款的ESPA基建 6月3号 流浪动物幸福机构 在官方SCS发文表示 前几天有匿名人士 网机关的银行账号 汇款了1000万元 最后经查询 捐款人士ESPA的基建 在论坛有人人身攻击她的时候 她却在捐款 你们这些论坛女 有资格骂她吗 其实这个孩子真棒 就算是一人捐款1000万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管她匿不匿名 能这样发挥善等影响力的IDOL 就是想称赞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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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